来 用户三耳罐 用户三耳罐说话 是我吗 嗯 我要跟你反映问题是不是要钓生命丸 你别跟我 我先听到啥问题 我不听到啥问题都明白 你说说我听听 就是我以前去年 做了一个 酒厂的这个推广会 然后人家告诉我这么一件事 叫我把这个合同没多少钱 转十万从我账上走 帮信了 我就说现在中保四囊的人太多了 你那个团队的人直接了当告诉我 拿个酒厂拿过去 像审犯人一样 他叫我失明 一开始我不知道 就是没玩过这个 我这也不是仿信 你是啥意思 我知道我知道 我是我告诉你 我一开始就告诉你的团队 我说我给你提供个素材 什么叫我告诉我的团队 哪个是我团队的 不是就是你那个那个什么 切片 切片 你问问我切片号 给不给他们发一毛钱工资 我天天阴阳怪气的说的 不是说你 我是说你那个 切片号那个人阴阳怪气的 直接跟我说 你拿身份证 我叫我失明 我失明 因为我没玩过抖音 因为我一直在做那些东西 我没玩过抖音 我就说给你提供一个素材 你给我提供素材 你给我提供素材 首先他有一个这么一个事 就是我 因为我不在场 我跟你说真正客观 真正客观 你明白 真正客观肯定是这样 就是我不在场 我不知道你说的真与假 但是你说 你说有没有这种事 我相信是有的 甚至我都听过 我听过 不不不不 我听过这种事 我跟你说了 就是一开始 我上你那个 就是切片的事 我就直接了着说 我想咨询两个事 一个是就刚才跟你连线说了嘛 第二个是你要不要这个素材 他就直接了道 你还没实名 我马上实名了 我要你的素材 你希望来干嘛 我要你的素材 你希望来干嘛 如果 因为你是怼老美的嘛 怕咱村里的嘛 如果咱村有这样的事 你可以去说嘛 就这个事情 好 那你假如说咱村有这样的事去说 是不是你拿身份证 我就相信你说的 假如你愿意承担造谣罪 我愿意陪着死 你可以啊 我承担啊 对不是哥们 这就像啥 我不是说难听的 你就今天来 大头鹰我敢吃死 你敢吃嘛 你觉得我敢吃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道理是对 不是大头鹰 你说的没毛病 你说的没毛病 对你来讲 那是你亲眼所见 你是有东西 我是亲身经历 对对我来讲 就是这个道理 我敢吃 你敢吃嘛 你敢吃 我敢不敢吃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一句话 我就下了 我本来以为这个 我一开始不知道 这里头是不能说这个事 要对你负责任 或者怎么样的 不单是负责 不单是负责 对的嘛 如果我跟你说 你可以 你可以跟 对你可以跟我谈什么呢 你说 有这个事 我举报他了 我举报他了 完了给我下了这么个结果 不算 哎 这没出说理去了 来大头鹰你说这好那好的 完了你这时候你来找我 我跟你唠 我可以跟你唠 我说不好听的哥们 你这相当于啥呢 你相当于你说 看有人插队 哥们有人插队插你面前 你允许了 你在队伍当中啊 你干了这事啊 大头鹰 你咋不当时抱个大盖帽呢 你咋不叫大盖帽呢 你这个时候跟我说干啥呀 大头鹰 你现在跟我说这个事是想 试图告诉我这个社会有坏人 我用你说 当然有坏人了 我当然知道了 肯定有坏人 我真的是 因为我看过你的切片 因为你老怼老怼老外 而且夸咱村 我是想怕有人在说这样的事情 你没有东西 我是想单独在这个地方跟你说 我非常理想 因为你先听别人把话说完嘛 因为我不知道你在这里头是不能说 比如说就像你说巴拉巴拉 我可以跟你说 就这个意思 哥们你磨叽了 你磨叽了 我不想听你的这个素材 这种素材 我像你一样去找多了去了 我简单问你一件事 很简单的 你觉得你是碰见坏人了 还是坏的制度了 你碰见的这个是坏人还是坏的制度 你说 你说 我现在进言了吗 你没进言 你说 我是想说这样的人 个别的人 人心不足 我本来 我不知道这里头不能说 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要早知道 你讨论能不能 我上来没让你说吗 我上巴拉巴拉跟你说 你上来我没让你说吗 不是 哎呀 如果说你不需要这个东西的话 你上巴拉巴拉吧 你上巴拉巴拉吧 行我陪你来 你上巴拉巴拉吧 巴拉巴拉怎么上 怎么上 怎么上 给手机敲 给那个CPU掏出来 放锅里面煮三分钟 拿微波链打一下子 完全能上来 我跟你说 我没玩过这些东西 你没玩过 你怎么能这么有理呢 哥们儿啊 你没玩过 你怎么能这么理直 你没玩过 你理直气 让总干 谁欠你的呀 不欠你 你要不需要这些东西 我就不跟你说了 我需要你来吧 抓紧吧 快点的吧 我需要来吧 快点的吧 巴拉巴拉 是不是直接收巴拉巴拉 这四个字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 你容易 你容易收出来什么 金头八脑 炒金头八脑 再收巴拉巴拉 你容易抽出金头八脑 一锅粗 你容易 我真的吗 我问无论 你要 你要觉得 你要觉得 你要觉得这是个可笑的事情 你可以笑 可笑的不是事 可笑的是你哥们儿 长这么大 谁还没遇到点坏事儿了 我没说这是坏事儿 我只想 这还不是坏事儿 哥们儿 我跟你说 身往身了挖 你在非被迫情况下 你干这事儿 铁道我硬往上套的挖 你就放心了 你知道 我还真不信呢 你不信那咋的 要不我捅不捅过去 你随便嘛 我又不是说 那好 那我假设说 咱俩假设说 你这十万块钱给人出的啥 你给人开的票 你给人出的啥 你也不想听 我也不去说 我只想提供给你 你看我在问你的时候 你就回答吧 我在问你的时候 你就回答吧 你给人出的是啥 好像是说我在这蹭流量一样 你蹭啥流量 你能蹭走谁帖子 你能给谁蹭走 你现实用户三眼怪 你连作品都没有 你蹭啥 那你说 那你就记得 我现在问你了 这十万你给人出的啥 我现在查这人了 这人有八十万说不明白 说不明白哪来的 有十万是你给的 你告诉我 你给他出的啥 那十万什么是我给的的 那谁给的 他给我走账子 啥叫走账的 你解释解释 大头鹰 既然您是这样的事情 你不把别人当成的什么 给你反映的事情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既然叫我到巴拉巴拉说 我又不知道巴拉巴拉怎么样 你要是不愿意这样的话 就全当我没 就全当我没说说不就完了吗 对不对吗 巴拉巴拉我问题怎么上 你又不告诉我 你考虑考虑 就我现在给抖音当主播 我我告人家巴拉巴拉 就你现在点击下载 我给你导出去 你猜我违不违规 你低了你那个不大的脑烟 你考虑考虑 你猜我 你猜我是不是怕违规 才叫你去巴拉巴拉 你要这样说的话 我能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巴拉巴拉怎么上 我如果知道的话 我用我 那你能不能不要理直气壮的不知道 你说你说不好意思 我不会 那个我刚才态度不好 你要这样说 我只是不好意思 我不会 你对 你道个歉 你有该拿该 你拿该拿态度 你别上来讲那么大敌意 对不对 你拿该拿态度 你说应该不好意思 你道个歉咱俩咱俩有诚意的 大家就好好说话 来那你道个歉 那好那你道个歉吧 拉倒 那咱俩就拉倒 你道歉了 道歉 对呀 你哥们你给我整理直气壮那处 我又不欠你呢 你整这处干啥呀 我们一开始切片组的时候 你切片组的哥们 你咋不提盘古开天 盘古开天他得是我才行的 你哥们你现在就说盘古开天 一斧子披着你刘海的 他也得是我挥的这斧子才行吧 对不对 跟我有啥管你上来整理直气壮这处 光光一顿质问 完了你不知道你还理直气壮 你先有道个歉咱俩从头开始 对吧 道个歉从头开始吗 对 好 不提大头鹰 好 没问题 我说话有问题 那咱俩假装现在刚上麦 好吧 来哥们你有啥想说的 对咱俩假装刚上麦 来哥们你有啥想说的 没问题 好 不说话是吧 不说话给提了 好 okok 好好好 他不说话 不说话提了不合理吗 不说话提了不合理吗 ok 好好好 别气炸了 别气炸了 别从此以后再不提10万块 那是提大头鹰玩吧 大头鹰要我道歉吗 那以后没等我说话给我提一下 哈哈哈哈 来下一个